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CloudShark Service在之前跳动Spark场景的应用实践 本次演讲的一程由以下几个方便组成 第一是背景介绍 第二是External Service的优化 第三是CloudShark Service的设计与实现 第四是CloudShark Service的应用实践 第五是展望 最后是QA环节 好 然后我们先从背景介绍开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在483.0以及最新的CNR33版本中 External Shark Service是如何完成Shark任务的 每一个MeproTask如图 从Mepro1一直到MeproM 都会在本地生成属于自己的Shark文件 这个Shark文件内部其实是由R格连续的数据片段组成的 每一个Reduce Task运行的时候 都会去分别连接所有的MeproTask 然后从Mepro1一直到MeproM 然后连接成功之后呢 会读取每个文件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小的数据片段 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我们会发现 由于每次读取的都是这个商务文件的R分之一 通常情况下这个长度是非常非常小的 大概在KB这个级别 好一些的可能有几百KB 然后非常差或者严重的是大概只有几KB 就这样给磁盘 尤其是HDD这样的磁盘带来大量的随机的读请求 同时呢 就是大家还可以看到 就是它是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就是它会存在大量的网络请求 这个量级大概是M乘以R 然后这个请求的适量级也是非常恐怖的 这两个问题随着作业规模的扩大 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shuttle failure的问题 shuttle failure就一定意味着超时 然后shuttle failure本身还会有可能会导致stage的重算 甚至导致作业的失败 这样的话它会严重影响PS作业的稳定性 同时呢还会浪费大量的计算资源 因为就是它在fetch在等待超时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CPU和Mapper都是贡献的 然后尤其是在我们字节跳动的内部 我们日均有100万个作业 然后每天都会产生300pb的消耗数据 而且呢在这100万个作业里面 还有大量的作业签署了SRA 对于稳定性有非常高的要求 超时严重就会严重影响下游 然后呢我们手指的资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大量的HDD机器和少量的SSD机器 然后我们还有大量的计算资源是在线业务在低风的时候出让码 它对应的磁量空间非常非常小 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个把存储拉远的这么一个需求 下面我会举一些例子 大家在这一页PPT看到的就是我们内部一个Spark作业 它的shavel trunk size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在线上随便举办的一个例子 这个作业只有400兆的shavel数据 但是它的m乘L的量级是4万乘4万 你简单算一下 在这个例子里边平均的这个trunk size甚至远远小于k 这个量级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一个实时的监控 这是我们混沐集群中spark作业的这个shadowfetch failure的一个实时的监控 这个监控中每个点的含义 是在这个时刻处于running状态的application的fetch failure的次数的总和 每一个fetch failure我刚刚说过都可能意味着一定时间的超时等待 计算资源空跑 同时还可能会意味着触发了stage的重算 甚至说作业的失败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提升spark的资源利用性 以及对提升spark的资源利用率 以及稳定性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 我简单做个总结 就是第一个 就是trunk size过小 导致磁盘产生了大量的随GIO 降低了磁盘的吞吐 引发了trunkfetch 寝质的堆积超时 甚至引发stage retry 作业失败 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种状况 第二呢就是 LPS 磁盘的LPS 它无法在操作系统层面做隔离 这就意味着在沙发过程中 不同的application 它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 尤其是低优业级的作业 可能会影响高优的作业 这个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第三是在离线混合场景下 我们希望利用在线服务业务 低风气的CPU 但是我们确认对应的次分资源 没有办法做shuffle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远程的 shuffle服务 对 然后下面我就会讲一下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 来解决或者缓解这些问题 在聊卡拉的shuffle service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在ESS上做的一些优化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基于历史运行信息的参数条优 还有就是ESS的线流功能 我们先看参数条优 为了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做了一个旁路的系统 首先呢 Spark和样在运行的时候 会不停的把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事件 我们叫做event log 发送到卡拉卡里面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flint作业 把多个来源的event log join起来 并进行聚合计算 得到作业运行的各种指标 比如说一个作业 它某个stage的shuffle量 然后某个stage的task数量等等 然后针对这些指标呢 我们做了两个事 一个是通过一个可插拔的 启发式的规则引擎 对作业做诊断 对单个作业做诊断 同时呢 因为存在着大量的 周期性的重复运行的作业 我们会把它重复运行 作业产生的这些数据 周期性数据 来生成一个作业的历史画像 最终我们会结合历史画像 和它的诊断信息 对特定作业进行自动的调参 就是用户他可能压根都没有意识到 他运行的参数 跟他最初指定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自动调参的一个例子 通过若干次调参的迭代 就是说我们其实调参是很难移不到位的 所以我们做了若干次调参的迭代 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迭代过程中 最终他修改了两个参数 然后分别是这两个 大家可以看 在评论上以后我就不念了 然后最终的效果 我看一下就是首先 我们因为增大了 单个Task处理的数据量 所以呢 然后又恰好这个作业使用了Mapsize Combine的算子 所以它整体的沙河量是有降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从300G降低到68G 然后呢 因为增大了这个Trunk Size 其实我们就是降低了它的变化度 然后就减小了整个Sharp过程中的LPS 避免了长时间的Sharp Fetch Wait Time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截图的指标里边 Sharp Wait Block Time 最大从21分钟降到了79毫秒 然后整体这个作业的段落的时间 是减少了一倍 从40多分钟变到了2分钟 然后这是对这一个作业的好处 实际上这一个调优还会影响其他的作业 就是当在调三之前 这个21分钟 它其实意味着一个磁盘是忙碌的状态 在这个磁盘上的其他作业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当前线上 针对Sharp这个情况的自动调三的作业 大概是2万个 然后收到的效果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然后也有 收到效果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第二个是我们打算说的就是这个Sharp限流 这个主要解决的就是说磁盘的LPS不容易做隔离的问题 然后我们通过对低优但是高负载的这些作业进行限流 来减轻对同节点上的高优作业的影响 整体的思路就是说当我们发现ESS的响应请求 它的Litency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比如说10秒或者15秒 我们就认为这个节点当前处于异常状态了 这个时候ESS就会针对内部在排队的Fed请求 按照Application分类来做一个分析 综合这个当前的堆积的排队长度以及作业的游行级 给每一个作业划定一个合适的长度范围 超过范围的作业会被ESS告知 告知它的Sparp client去做休眠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这个Sparp作业的 Reduce的客户端你就不要再来找我要数据了 然后你自己先休眠一段时间 通常来说是一分钟到两分钟 然后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客户端就就进入休眠状态 就就等待了 然后把它的这个ESS的这个服务能力提供给更高优 或者其他没有影响的这些作业 然后通过这个线流呢 我们实现了这几个目标 第一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线流没有任何影响 对因为它不会触发这个流量限制的这个功能 第二个就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就是异常的任务实际上也不会因为这个线流变得更慢 对这个地方是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的 大概的行动下这个作业反而会变得更快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Litency升高的时候 它的这个Trunk Fetch其实就开始堆积了 开始搭档排队了 这个时候往往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是就是请求过来然后开始排队 排队然后超时 超时之后重视 重视之后继续排队然后继续超时 然后就你会发现这个这个这个Fetch请求 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正常的响应 但是当我们开启线流之后呢 因为我们是让客户端主动的在客户端去做等待 而不是发一个请求过来在服务团去做排队 而这个时候就会避免大量无效的这种Fetch请求 然后因此这个大概率啊 这个作业其实即便是被限流的作业也会变得更快 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不同优先级的任务 它的高优先级任务允许更高的流量 这个这个我在最开始的时间里面也说了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根据排队的数量 然后以及它的优先级去 去综合的滑电一个合适的长度范围 然后在滑电这个范围的时候 更高优先级的作业大概就是不会被限流的 然后往往被限流的都是一些低优先级的作业 最后呢就是跟刚刚我说的第二点是 是就是可以联系在一起去看 就是因为我们让一部分发发送大量费事请求的这种 呃作业的客户端做了等待休眠 因此我们异常节点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恢复 大概在两分钟到五分钟就能恢复到正常了 然后这个时候它恢复到正常之后 就可以给所有的APP人继续提供服务了 好 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正式开始进 我们开始介绍 ZTleton Cloud Service的设计实现 然后包括以下四个内容 第一是基本思路 第二是整体架构 第三是读写过程 第四是性能分析 然后为了解决我们刚刚在背景中提到的 这个大量随机读请求的问题 我们需要在reduce读取前使用pushshubble的方式把数据聚合到一起 对这个是大部分的场景都能想到的 然后呢由于是远程的聚合 所以可能还可以顺便解决本地四盘空间不足的问题 L聚合虽然可以解决随机shubble的问题 但是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数据丢失的成本比原来更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每个task生成自己的文件 虽然没有备份 但是这个文件丢失的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 因为它只需要单个task重算就可以 但是当我们把所有maptask的同一个环境数据都聚合到一起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数据丢失 那就需要重算整个stage 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考虑对这些数据做备份 在做备份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kaband实在是太重了 它的写入速度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就采用了双磁盘副本的方式 然后通过自己管理两个客户端双写 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Io聚合对于读的提升其实是小而易见的 因为它将大量的随机Io变成了极少数的连续的Io 但是在写入速度上就有可能会受影响 因为写入的时候原来是直接写本地盘 然后现在变成需要通过网络请求去写的一个数据 同时呢因为多个vifer可能需要多个vifer去写一个buffer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在写buffer的时候会产生锁的增强 这些都是写入时的一个代价 然后就需要我们去花更多的时间在写入时去做优化 然后在写入速度的优化上呢 我们选择了主从的e-memory副本 全部都是易步刷盘 也就是说在数据写入到我们服务端的内存之后 就快速返回 主从都是这样 然后这个写到内存中的数据呢 是通过易步的方式去刷到磁盘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风险啊 就是说如果主从同时刷盘失败 然后就会造成数据丢失 或者说主从只有一个刷盘失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磁盘的文件是有数据丢失的 另外一个磁盘的文件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可能因为后边可能还会运行一段时间 就是有可能将来这个完整的这个文件也可能会丢失 就它虽然不是同时丢失 但是它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去丢失这个数据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整个stage重算 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然后我们以极小的失败的机率去换起更高速的写入速度是完全值得的 而且事实上也证明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思路是对的 就是我们在整个sys的应用过程中 我们就目前还没有在线上观察到一起这种数据丢失的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是介绍一下sys的整体架构 最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上面我们是使用2kpro来提供服翻线的功能 然后sys的worker呢它是就是用来管理磁盘 并且提供这个shower push服务的节点 每一个机器上都会启动一个worker进程 当worker启动的时候它就会向zoocaper注册自己 然后呢并且定时会更新上报自己的信息 然后我们在spark driver中集成了css的master master的作用也比较简单 它就是做规划和统计 master会从zoocaper中拉取所有worker的信息 并且对worker进行分配 然后通知所有的exporter 我们是使用broadcast的方式 就是把worker和shower以及每个partition的对应关系通知到exporter 然后就是了解spark的同学可能知道 spark中的shower它的实现是可插拔的 然后我们也实现了showermanager中的接口 然后并且实现了这个showermanager中writer和reader的接口 然后这个set的showerclient就是writer和reader的集合 它负责跟worker去做通信 然后读取数据或者是写入数据 好然后我们看写入过程 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写入过程 然后包括了就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然后我们按顺序来看 首先是mapper从master中获取到已经分配好的这个workerlist 以及它们和partition之间的对应关系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p0 它对应的就是worker0和worker1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写数据了 正常的话它会把数据写入到内存 然后就返回 然后由worker一步的把这个数据刷到词坛里边 然后直到某一次 就是这个worker刷数据的时候 跑了一场这个数据没有写到词坛里面 可能是这个时候词坛多长坏了 这是一种可能 然后大家注意到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个请求已经返回给mapper了 mapper认为它两次写都是成功的 然后等mapper下一次写的时候 我们其实worker已经把这个异常 记录到内存里边了 等mapper下一次写的时候呢 worker就会告诉mapper 你上一次写的东西 我没有给你刷到词坛里面来 然后这个情形失败了 你赶紧去找master要新的worker吧 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服务了 然后这个时候 mapper就会意识到 它上一次写入的数据是失败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会去找master 再申请新的一个worker 就是我们看到的worker worker 3 然后继续去做这个写的请求 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说在第一个文件 也就是P0-0里面 实际上它是记录了所有的数据 它是保存了在失败之前 所有的数据的 因此这里面实际上是没有数据流失的 然后最终生成的文件 是P0-0 然后P0-1和P0-1 这三个文件 是最终生成的成功的完整的文件 我想提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 实际上P0-0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一份多余的信息 对 是的 就是P0-0其实它多了一份信息 也就是P0-1的第一条数据 实际上在P0-0里面也是包含的 后边我们在读的时候会讲到 然后我们就开始说读吧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说 正确的文件有三个 然后P0-0是唯一的一个正确的文件 然后P0-1和P0-1可以认选其一 然后这些办案信息 其实都记录在Drival的master里面 然后reduce会根据这些文件的办案信息 选择合适的文件来读取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取虫 除了就是这种写失败导致的可能 可能的数据重复之外 还有还可能存在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Spark本身是支持推测执行的 所以我们最终是使用MaproID 和TemptID和BatchID 来共同去做这个数据的取虫 OK 然后就是这个CSS开发好了之后 我们用TBC.js去做了一个测试 下面这个截图是1TB级别的TBC.js的测试结果 使用通过这个图带可以看到 使用CSS相比原生的Shuffle Service 大概整体上有30%以上的提升 然后在个别的CSS上 比如说Q38和Q35 然后这个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大概有60%到70%以上的提升 这是我去从这个 线上的罪意里面捞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案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使用原生的ESX的时候 读取的时间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 然后在三个stage加起来有20分钟 然后在使用CSS之后呢 因为CSS使用了更高压缩比的压缩算法 就是它对Shuffle数据其实还有一个压缩 然后整体的Shuffle的数据量减少了很多 然后同时呢 因为IoG和这个读取的时间也非常快 降低到了秒级 然后就是三个stage加一起可能都不到一分钟 然后相比原来的话是原来读取时间的二十分之一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我们讲的是CSS的设计和实现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CSS的应用实践 就是我们在推广的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还有解决的问题 然后我就是捞了一下 当前我们CSS的一个推广的现状啊 就是说CSS在我们内部已经推广了一段时间了 最新的数据是有1000多个worker 对对应了就是1000多台机器 然后呢支持的作业位置也非常多 除了Spark之外还支持MapReduce FlinkBatch 整体的接入的作业数有6万多个一天 一天有6万多个作业 然后一天的shubble量 就是写的这个shubble量超过了9pb 这个数量已经非常大了 然后相信大家知道 就是Spark的shubble实现了一套可插拔的框架 但是呢我们CSS自己包含了大家的配置 因此如果一个作业要接入我们的话 可能需要我PPT里面展示的这些配置 然后如果让用户自己去一个一个加这些配置的话 其实对用户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友好 我们觉得这样是对我们推广 是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难度的 所以呢我们构造了一个作业接触的平台 我们叫它SSS Coordinator 这个平台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它提供了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用户感知的接触功能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说在用户做这个SMS的时候 在提交的客户端 会调用我们Cordinator的接口 然后问我的Cordinator 说我的Mata信息是这些 我来自哪个Cluster 哪个对列 然后我的JobID是什么 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Mata信息 然后问Cordinator 我可以被接入CSS吗 然后Cordinator就会做一个判断 基于各种各种信息去做一个判断 主要是我们的规则规则 然后如果是可以的话 它就会返回这个Spark的客户端 把CSS对应的一些参数返回给它 然后Spark上面就会把这些 对应的CSS相关的参数 放到SparkConf里面提交 然后这个时候提交上来的这个Spark 它在做Shift的时候 就会使用Cloud的Shift相关的服务了 对就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非常方便我们去以Cluster 或者是集群 对以集群或者是对列的维度 去推广我们的CSS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 就是异常作业的告警警告 就是说除了它在提交的时候会访问之外 在作业运行结束之后 它还会再访问一次CSS的Cordinator 它会告诉Cordinator 这个使用了CloudShift的作业 它的运行结果是什么 然后它的Shift信息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如果这个作业使用了CSS 然后同时呢 它还运行失败了 我们这边实际是可以收到告警的 然后在这个CSS的这个准重请求里边 我还有一个专门需要提的点 就是我们会针对历史刹路作业去做一个HBO的优化 也就是说因为因为我们的这个CSS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大概是有1000个节点 有1000台机器 然后我们会从中筛选一些作业 根据它的Shift信息筛一些作业 就比如说某一个作业 它基本的信息是能满足它的准入情接触条件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作业 可能它的商务数据量超过了100T 或者超过了80T 这个数据量对于我们当前的CSS的这个复杂来说 是有点高的 我们就会拒绝这个服务使用CSS 然后让它fallback到原生的这个ESS的这个shuffle shuffle上来 然后然后现在我们再看看就是说 作业它我们还有一个shufflefallback的机制 我们会在作业CSS使用失败之后 自动fallback到原生的shuffle上 下面说一下就是实践中采过的一些坑 第一个是超大register shuffle启动缓门的问题 在最初的设计中 register shuffle会做很多事情 然后它会调用所有的被分配到的worker的接口 然后通知worker去做一些处处化的事情 包括创建对应的设计结构 甚至说在磁盘上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在就是规模比较大的shuffle的场景下 因为这个做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register shuffle就会非常非常慢 然后用户在启动一个stage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等很久 比如说两分钟或者三分钟 这个用户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后续就把这个register shuffle做了一些精简 就把这些worker的触手化的动作改成了lazy模式 就只有第一次数据push过来的时候 我的worker才针对这一个作业的这一个partition做一些对应的数据工作 包括打开文件创建文件 然后创建一些对应的数据结构 然后在reddit shuffle的时候 我们只做worker和partition之间的分配 然后第二个就是client的这个发动速率过快 就是很多服务都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会更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相当是一个有状态的服务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负载均衡的方式去把一些就是 就一些不合理的QPS通过负载均衡的方式让它降下来 然后我们只能是通过一些负反馈的方式让client降速 对就是当server的服务能力没有办法满足你的 请求的时候你就要在客户端去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 包括spark原生的那些像max inflat的这些限制 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netflix的一个三方库 然后它大致的原理就是说 针对最近一段时间的rdt 做一个smooth的处理 得到一个理论的rdt 然后拿当前的rdt去跟它做比较 如果小一个值的话 就在qps上去做这个power 如果大于这个值的时候 他就认为说可能现在的server有排队现象了 然后我就去做一个限流 就停一下 第三个是就是在sbsbeta的过程中呢 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permit去核到我们的主分值 然后每天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但是公司内部的这个spark 它的发版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就跟我们334的迭代周期没有办法match起来 所以我们最终呢是说在spark里面只集成了一个最简单的接口 然后其他的实现 我们的最新的包都把它放到hdfs上 这样就把公司内spark版本的周期和我们sbs的版本周期做了结果 我们就可以做到小步快跑 在小步快跑的过程中 我们解决了大量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跟spark集成相关的几个问题 aqe screw drawing这个读方大的问题 我后边会在pbt里面专门讲 然后我们这些pbt先关注一下就是task huge partition 导致explorer内存占用过大的问题 这个我也是说一下最开始的设计和实现吧 就是因为我们基于这个push的特性 实际上我们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想做排序的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大概类似于bypass实现的那个思路 就是给每一个partition搞一个64k的buffer 然后一旦这个partition的buffer写满了 就发送出去 然后后来发现了就是这个partition数量非常大的时候 这个buffer就会占非常非常大的空间 大家可以假设一个稍微极端一点的场景 就是10万个partition的时候 如果一个partition的buffer64k的内存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最终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回到了这个sort的这个路线上 就是把这个把这个数据整体在内存里面写完了之后 就做一个sort spill 然后呢就是其实spill也不会再去写到词盘里面 然后spill之后也没有emboard 然后就是把spill的数据发送出去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它是可以降低push的请求数 同一个worker不同的partition 你在去push数据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放到一起 一起去放到一个push request里面 下面专门专门讲一下这个a1schooljoin的读方大家的优化 我这个图是那个spark社区给的这个a1schooljoin的原理图 就是说当spark发现某一个partition数据非常大的时候 远超其他partition的时候 他会主动的把这个partition的数据拆翻成多份数据 然后分别去做join 这样的话最终每一个task处理的数据量就会更平均 然后整体作业的运行时间也会变短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当我们把map的数据全部聚合起来之后 会发生什么 对就是说一个文件它就会读很多遍 然后每次读的时候呢还会skip很多无效数据 对我举个例子可能这个有一个倾斜的partition有1t的数据 然后spark想把它拆成10份去读 然后这个时候会发现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这个1t的文件这个被聚合后的文件 要读10遍 而且呢每次还其实里面有9分之1的 读到的数据都是skip的 然后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解决的办法也非常非常朴素啊 就是不再盲目的 不是说对不再盲目的追求 一定要把它生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连续的文件 实际上我们要解决的其实就是随去读的问题 然后只要文件足够大就ok了 然后因此呢我们默认会把这个文件按照512兆的大小进行切分 一个大的partition数据最终会被切分成若干的小文件 比如我刚刚举那个例子1t的数据可能就会 就会被切分成很多份512兆的文件 然后当a3t的数据出发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必把一个超大的文件多很多变了 然后只需要把这些小文件去做512兆的文件去做按需的分配 分配给不同的task去做据就可以了 下面是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些实际的收益 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某一个业务 他们一个小时期的任务 这个任务其实还是规模还是很恐怖的 就是有1.2万个call 对然后在混合对面上平均的话是2.5个小时 然后在我们使用了我们sys之后 这个平均的速度提升到了1.3个小时 大概是50%的提升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时间的统计图 然后我再举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业务 他们三小时的这种周期调度任务的整体的稳定性的变化 就是在使用sys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sys因为经常触发 这个fetch fail这些异常 然后造成这个作业频繁的重施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有了可能这个application需要重施八次才能最终成功 然后在接入了我们sys之后呢 全部每一次都可以一次性跑盘 然后整体的稳定性有70%的提升 然后下面是我们就是sys未来的规划和一些展望 第一个是如何满足这个quota和shava的运行级 对不同的业务承诺不同的srv 对这个就是一个服务分级的概念 因为就是服务分级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同时服务高中优等各种级别的业务 就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sys能以更有利的方式去保证高优业务 第二就是去当前的我们这个shava的这个数据原仓做的hbo优化 只有比较简单的这种yes或no的这种功能 就是根据你历史的这个shava数据量来允许或者拒绝你给你提供服务 后续的话其实可以根据这个原仓的数据做一些调度方面的加强 比如说把大的一些作业它做更更广宽的打伞 然后让让大的shava作业和小的shava作业同时分配在一台机器上或者一块磁盘上 然后不要把很多个大的作业同时调度到一块磁盘上 然后让这个负载的更加均匀 第三就是针对这个易购的机器 就是我们能支持易购的机器自动去调节它的负载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收到的这些节点 它的型号是不一样的 磁盘数量不一样 网卡数量也不一样 然后目前我们就是分配的算法会考虑一些负载能力 但是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静态的负载能力的这种差异 还没有办法说让它完全的自适应易购机器 然后自动的去调节这个负载 然后在缺失这些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一个集群里面使用了易购机器 然后就会导致某一些相对来说性能比较差的机器 给整个作业就是拖影响整个作业的性能 然后如果我们把不同类型的机器拆翻出来 做成不同的机群呢 又会提高我们的优位成本 所以就支持易购机器这一点 是我们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好下面是QA环节 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直接提问题 我应该会在线上回答大家的问题 多谢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